早一期间两岸热血向测温宜需求量大增 就是这个 用来测体温只要走过去就好了 省时省力 台湾的制造厂商也因此找到了新的商机 像是雅迪电子 过去两年 他们的重心原本放在打造智慧畜牧管理系统 尤其在非洲猪瘟爆发之后 大陆养殖业者为了要掌握猪脂的健康状况 大量的采购 但如今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订单反而是转回到台湾来内销 预估出货量至少上看6000台 高家福玲瓏事报导 小姐你好 我要找陈先生 那你帮我看一下镜头 走进柜台 旁边安装热显像测温仪的荧幕 立刻嗅出额温 只要发烧就会发出高温警示 不但快也不用接触 成为防疫期间 体温筛减力气 红外线热相仪 它可以在一个画面里面 它可以看到多个 就是等于说有人群里面 它可以在同一个时间 快速地筛减出 就是温度比较高的那个物体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从大众运输单位 到公司航号 学校 都抢着安装热显向测温仪 当作病毒守门员 在疫情带动下 摇身一变 成为防疫市场当红炸子机 传染病这一块 像这个疫情 在还没发生之前 其实大家对这一块的医院 防疫这个事情其实是比较弱的 但是这一次的疫情 对每个人感受就很深了 全世界都看到了 所以其实防疫这个事情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 体温快塞这样的设备 大多是用在边境口岸 像是机场这样的地方 老实说市场需求不算太大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疫情爆发后 也对整体产业 带来一个新的契机 台湾制造商就表示 近一隔月订单量 增加了大约10倍左右 2011年创立的 雅迪电子主攻AI物联网 过去两年 重心放在大陆 台湾 日韩和东南亚国家 协助养殖业 打造智慧畜牧管理系统 而在爆发非洲猪瘟后 单单大陆订单量 就达到2000台左右 近年在科技浪潮推动下 驯木业寻求转型 雅迪预估今年出货量 渴望突破6000台 透过远端监控画面 就算人在台北 嘉义养猪场里的每一只猪 体温也能清楚掌握 透过模型演示 可以看到体温异常的猪脂 在热显像技术下 无所遁形 直接被镜头捕捉下来 猪脂生病以后 其实它那个病菌会透过人体 来传染给其他的猪 所以为了要把这个防疫做好 尽量就是能够避免人跟猪的接触 这是很重要的 刚好就是亚迪所发展的一个生理数据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对养猪物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 也对它们帮助很大 就是说我们在没有借助猪脂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长时间20小时可以知道 这只猪脂的一个生理状态 亚迪还整合生理雷达天线 一台设备可以同时监测 呼吸 心跳 体温 这些生理数据 都会被云端平台记录下来 作为养殖业者提高效益的指南 过去我们都知道配种是算日子的 我们如果能够把它配种次数的大数据 结合它配种前的生理变化 未来它可以依照这一个 即时的一个数据去判断 今天是不是最好的一个打种的一个周期 但可别以为 亚迪只是把监测生素的技术 转移到人身上这么简单 台湾研发的热显像测温仪和进口产品 最大的差别就是当我拿着一个 比我体温还要高的饮料的时候 不会影响到它测量我的体温 可以看到我现在的体温 大约是在35 36度 不会出现高温警报 热显像测温仪截取温度 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透过设定脸型 抓取特定区块温度 但缺点是戴口罩或头发遮住额头等因素 可能影响判定结果 在疫情完全控制前 业者不建议采用 另一个则是抓取人体体温区间 只要温度在设定范围内 都会显示在荧幕上 在台湾自己本土开发的 数据上的应用 是我们可以全权控制的 相较于这些 像国外代理成品进来 或是代理模组进来的 那它就会稍微受到局限了 可能你只能读取一个温度 热显像的感测元件 能够针对不同区域进行测温 透过设定一个人身上 可以出现好几个不同体温数字 当然也包括随身携带的物品 那这个热快切割的功能呢 它能够帮我们决定 在一个目标上面 我们希望能够 对它的温度检测有多细节 能够帮助你去 因应不同的场合的需求 拍摄的目标的差异 除了控制权外 雅迪自行开模 不追求高解析度感测元件 也让价格可以压在大厂的两成左右 疫情爆发初期 在大陆设厂的联电 宏基 大量下定 近期光是台湾 单月销量就从几百套 提升到一两千套 公家机关 央行都是客户 来 张手 热显像测温仪 方便归方便 但业者也坦言 由于监测的是体表温度 数据容易受到环境影响 像是学校大门这类开放空间 遇上寒流或大热天该怎么办 目前的热相摄影机 它是做快筛的第一道防线 找出体温相对高的目标人的时候 我们会需要再用耳温枪 或者是耳温枪进行复判 所以我们事实上是用耳温枪 或耳温枪在做判定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让 这两个检测仪器 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因此我们在现场 都会开放一个功能 叫做标定的功能 当你在使用前 我们会让操作者量自己的耳温 然后以及观察 我们热相画面中的耳温 这两者之间去进行一个设定 让他们在同样一个 检测的标准里面 从外线热显像 过去大多是军事用途 核心技术在欧美国家手上 并管制出口 如今膝关肺炎大爆发 在各行各业都有需求下 有机会加速台湾发展完整的产业链 减少对进口的依赖 而对默默耕耘的台湾业者来说 这次危机或许也是转机 TVB的新闻 去下温哥家福新北市报道